這個拜登總統最近在活動上說到 他說他任內所有的重大的決策 賀錦麗都有參加 然後賀錦麗在10月8號上熱門談話性節目 The View的時候 主持人問他說有沒有什麼事情 他將跟拜登的做法有所不同 賀錦麗停頓一下之後 就回答說我想不出一件事 那麼這是引起了川普陣營方面的攻擊 說如果你選賀錦麗 等於就是來選拜登 那賀錦麗之後有強調說 他其實跟拜登是不同的人 兩個人的成長背景也不同 所以他將會有不同的領導做法 然後他也說呢 有一點他將會跟拜登不一樣 也就是他將會延攬共和黨人入閣 那這個呢是有好有壞 有許多的選民其實是願意選拜登的 但是是擔心他年紀太大 所以如果今天賀錦麗跟拜登是相去不遠 但是加上了身為女性 還有亞裔跟非裔成長背景的經歷 那對這些選民來說 賀錦麗算是他們的安全牌 而且也強調賀錦麗擔任副總統 期間都有參與主要決策的話 則是可以讓選民來放心 他有實際的治國經驗 當然在壞的方面 有些人就會認為拜登的政策並不好 這樣子的選民的話 會因此對選賀錦麗感到遲疑 當然川普也是有執政過 所以對於這部分的選民來說 其實還是在比較拜登還有川普的政績 而紐約時報跟Siena學院 本週最新民調也顯示 46%的民眾認為賀錦麗代表改變 只有44%的民眾認為川普是代表改變 不過只有2%的百分點的差別 而賀錦麗現在就一直在打圍擊牌 他發出來的文宣 除了是闡述政見 還有批評對手川普之外 也一直強調川普在關鍵州 所下的經費超前 自己在民調上面呈現落後 那我們知道其實在美國 對選舉下注是違法的 所以對於本次大選下注的 都是境外的博弈網站 那麼根據這個Polymarket的網站 截至美東時間10月10號 認為賀錦麗贏得普選票的高達71% 認為川普將贏得普選的只有28% 但是我們知道美國總統選舉是很特殊 跟台灣不一樣 不是得票多的人 就能當選 而是要看選舉人團 所以在這個博弈網站上 現在認為川普在賓州 威斯康星州 還有密西根這個在三州 其實現在川普是贏面比較大 所以即使這個賀錦麗 可能贏得普選票 但是川普可能因為贏得搖擺州 而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 而來當選總統 不過最近也出現了一些變化 包括這個亞利桑那州的 卡車司機公會 在10月8號宣布背書賀錦麗 那麼此外還有連續兩個颶風 Helene還有Milton來襲 衝擊了佛里達州 南北卡羅拉納州 還有喬治亞州等等 拜登總統甚至是為此推遲了出訪的行程 拜登原定是要在德國來主持 烏克蘭的國防安全會議 還有這次也將會是他任內第一次來出訪非洲 都因為這個颶風而來取消了 而這個佛里達州的共和黨州長 Dissantis在災情慘重之際 卻不接賀錦麗副總統的電話 也被批評是將政治置於災民之上 而川普還有一些共和黨人 批評政府救災不利之際 同時在網上也散播了一些不實的資訊 包括說這個救災人員如果進到你家之後呢 會來霸佔你的家產之類這樣子的一個話 也讓在前線冒著生命危險的救災人員是感到心累 所以呢我們知道台灣的朋友應該都很清楚 每當像那種風災颱風來的時候呢 政治人物怎麼做是很重要的 也會影響到他的支持率 所以呢現在距離美國的大選只剩下二十幾天 包括工會的背書 包括風災的處理呢 也都有可能會在接下來影響到選情 我們接著也要來請教耀易 這個美國獨立智庫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公布了一項民調 只出售51%的美國受訪者認為 美國應該要鼓勵台灣維持現狀 但是又有58%的受訪者反對 在台海衝突時派兵 就要來問耀易 美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這種 對台灣互相矛盾的民情呢 這個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呢 是在10月8號公布了一份針對 美國民眾對於台灣觀點的民調 那麼在這個民調當中顯示呢 51%的18歲以上的美國民眾認為 支持台灣維持現狀 那有36%是傾向於支持台灣獨立 只有4%是支持台灣與中國統一 而如果中國武力犯台的話呢 有74%的美國民眾支持對台灣空運物資 59%支持提供台灣武器 但卻有58%是反對美國派兵介入 而最終有可能導致與中國直接開戰 那同時我們看到呢 這個直接在9月份的時候 芝加哥的全球事務委員會呢 同時有另外一份的民調 是針對美國與盟友 來建立安全聯盟所做的民調 在當中有51%的美國民眾認為呢 美國與盟友建立的安全聯盟 對美國還有盟友都有好處 那麼對於美國在海外駐軍呢 則大部分的民眾都是表示贊同的 那麼問到如果俄羅斯侵略北約盟國 願意出兵的民眾有65% 那如果北韓攻打南韓 有51%是願意出兵的 但是問到說呢 如果中國因為釣魚台跟日本開戰 那麼願意出兵的民眾只剩下44% 那被問到呢 如果中國武力犯台 願意出兵的民眾呢 差不多只有43% 所以看得出來呢 在願意派遣美軍協助的方面 即使是已經有好幾個 美軍基地的長期盟友 日本也有這個美日安保條約 但是因為是有可能跟中國開戰 美國民眾都還是不願意派兵 而在台灣方面 民眾的意願呢 其實也只差了日本的一個百分點 所以美國現在的主流民意呢 就是不願意與中國直接開戰 所以我們現在回顧台來看呢 拜登總統之前有五次提到 願意美軍來協防台灣的說法 相信之下反倒是拜登 對台灣的個人信念以及承諾 但是他卻是違反了美國的主流民意 會議 就請到你了 加超級支持 我從牧場中 那趕道 有石頭 那趕道 我做